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既有趣又重要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聊聊社交媒体 那个我们聊聊社交媒体 那个我们每天都在滑的地方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Facebook可恨似乎有点小情绪 经常死机呢 原来这背后是因为Midder公司的系统太复杂了 导致维护起来相当头疼 专家说这种技术在问题 未来可能还会更严重哦 看来在数字时代 即使是科技巨头也有自己的小烦恼呢 接住我们转向一个更严肃的话题自然灾害 肯亚最近遭遇了暴雨引发的洪水灾害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约1.5万人无家可归 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让人心疼 肯亚红十字会正在努力提供救援 希望能尽快让受影响的居民重回正规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但自然的力量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国际政治 中东地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了 美国情报显示 伊朗计划对以色列发起反击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明确表示 将致力于保卫以色列 这场紧张局势 不仅影响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让全球金融市场感到了压力 看来国际政治就像是一盘大旗 每一步都牵动住全球的神经 从科技巨头的小烦恼 到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 再到国际政治的博弈 这些新闻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面性 每一件事都提醒我们 生活中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因素 我们需要不断适应和学习 好了 今天的点点新闻就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收看 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单数字时代 社交媒体已成为我们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就在我们依赖这些平台 进行交流 分享生活的同时 平凡的服务中断 却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据《星岛日报》 美国科技巨头米勒公司 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自今年初以来 屡次发生实际事故 令无数用户感到不便 专家揭示 这些服务中断的背后 是因为米勒创建的系统过于复杂 难以进行适当维护 这种所谓的技术灾问题 预计在未来 此会变得更加严重 而在远离科技的另一端 自然灾害也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星岛日报》另一篇报道指出 非洲国家肯亚近期遭遇 暴雨引发的洪水灾害 至少造成13人死亡 约1.5万人无家可归 肯亚红十字会正努力 未受影响的居民提供救援 包括居所和清洁饮用水等 以避免水传播疾病的爆发 这场自3月中旬开始的雨季灾害 预计将在6月前后结束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 经济预报 美国情报显示 伊朗计划对以色列发起反击 美国总统拜登以明确表示 将致力于保卫以色列 这场紧张局势 不仅影响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影响 美股恐慌指数上升 金价和油价波动加剧 此外中美两国注意色列 使管均向公民发出了安全提醒 呼吁保持高度警惕 从科技巨头的服务中断 到自然灾害的肆虐 再到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这些世界虽然看似好不相干 但却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数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中 都存在着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因素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 我们需要更加团结 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以保障我们的生活不受太大影响 在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令人瞩目的事件 从战争到商业纠纷 再到健康警报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事人和地区 也牵动着全球观众的心 让我们深入了解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让我们转向战火纷飞到乌克兰 青岛日报报道乌克兰东部战线在俄罗斯加强攻势之下 遭受猛烈攻击 特别是在巴赫木特市以西的一个村庄 乌军与俄军之间的激烈战斗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感谢德国提供了更多的防空导弹 以抵御俄罗斯的进攻 在这场冲突中 俄罗斯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在干燥温暖的天气下变得更加活跃 对乌克兰发动了突击 尽管莫斯科军队在东部袭击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也在战术上取得了进展 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也是对乌克兰民众和其盟友的考验 另一方面 商业纠纷也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加拿大资深报道了一场涉及辣椒油商标的风波 美国餐饮集团MOMOFACU 因为试图为其Chili Crunchy 其意为试图为其Chili Crunchy商标 而被批评欺凌其他亚裔食品公司 在社区的压力下 福陶集团最终决定不再使用这一有争议的商标 这个事件不仅凸显了商标权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社区对于保护文化遗产 和小企业权益的强烈意愿 辣椒油作为亚洲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其背后的故事和传统值得被尊重和保护 在健康领域 澳洲的食脑变形虫警报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新岛日报、新岛日报 澳洲西部一处受欢迎的游泳湖 因为可能存在致命的食脑阿米巴原虫 而今年第三度关闭 这种变形虫会导致致致命的阿米巴 脑膜炎尽管感染个案相当少见 但死亡率高达99% 这一警报不仅提醒人们在享受自然美景时 需要保持警惕 也凸显了公共卫生领域对于水源安全的持续关注 这些故事 无论是战争、商业纠纷还是健康警报 都提醒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每个事件都有其背后的人类故事和深远影响 引发我们对于和平、公平和健康的深刻思考 在全球化的今天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事人或地区 他们的回响也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 提醒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应对挑战 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公正和健康的世界 在纽约洪厚区的亚买加湾 一个群劲的夜晚被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打破 《桥报》报道一句无头男尸横垫在水面上成为了当地社区讨论的焦点 据纽约警察局透露 这具身份不明的男性尸体是在晚上8点50分左右被发现的 当消防员将其打捞上案时 这起事件的恐怖程度才真正显现出来 附近的居民如鱼名塔尔文中对这起事件感到极为担忧 他表示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社区 让人感到不安 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起离奇的案件 试图解开背后的谜团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中国河北省秦王岛市 另一起悲剧也在同一时间发生 《新岛日报》报道了一起船只侧翻事故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6人失联 这起事故发生在卢龙县 刘家银乡 桃林口村 事故发生后 救援工作立即展开 目前已有25人被救起 但仍有6人下落不明 这起事件再次提醒人们 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上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岛 在台湾高雄一场名为GOLDE NWFE的音乐盛宴 则为人们带来了欢乐与激情 中央社报道 这场演唱会汇集了多个知名艺人和乐队 RUGIE DLE的台湾成员苏华 I am PUTRI NIE AM的NICHOLS HONSC HOLS 以及韩国男团ZEROBSC ON 以中文台语向观众问好 共同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夜晚 特别的是女团MIXX的成员 居委在演唱会当天过生日 现场的观众和其他成员 一起为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将这场演唱会推向了高潮 从纽约的亚马加湾到中国的秦皇岛 再到台湾的高雄 这三个看似没有联系的地方 通过这几篇报道串联起来 展现了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面貌 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意外的发生 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 关注安全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音乐的力量 它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带来欢乐和希望 这些故事无论是悲剧还是喜事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提醒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要有勇气 在欢乐时要懂得分享 在纽约市的繁忙街道和娱乐场所 暴力事件似乎从未远离 在皇后区的阿姆朱拉 一家被称为 纽约的传奇音乐厅和活动场所的地方 周六凌晨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枪击事件 据《侨报纽约逊》报道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导致两名男子受伤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和一名56岁的男性分别在着土遭到枪击 警方和急救人员迅速反应 将两位受害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幸运的是 尽管侦探们正在努力拼凑案件详情 但目前为止这位案件详情 但目前为止这位20多岁的受害者对调查人员的合作并不积极 而且还没有任何神医人被捕 此外布鲁伦的一个街角也发生了枪击事件 一名66岁的男子在面部重瘫 这起事件发生在贝德福德、史戴文森的刘一时大道和普拉斯基街的拐角处 受害者被迅速送往国王军医院并且情况稳定 据警方初步调查 受害者似乎是被一名他认识的身份不明的嫌疑人袭击的 但目前枪击的动机仍然是更迷 这两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对纽约市枪支暴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在国际舞台上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据《世界日报》 伊朗在荷姆兹海峡附近扣押了国际航运公司 Zoliadmaritan旗下的货船MSC-REC 这艘船部分股权由以色列商人奥夫·埃尔·欧夫持有 这一行为被视为对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叽利亚大使馆的回应 然而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专家梅克伯格·雅斯·麦克伯格认为 伊朗的这一回应措施相对轻微 并可能只是一系列行动的胎端 他指出 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唐·亚胡在加萨战争中 失去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支持 但现在似乎又激怒了伊朗使局势更加紧张 无论是在纽约市的街头还是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暴力和冲突似乎总是难以避免 从华后区和布鲁伦的枪击事件 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全球范围内 和平与安全始终是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和维护的目标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每一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从美国的房产市场 到驼齐的金星洞铺的缆车事故 再到伊朗扣押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货船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全球化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挑战时的韧性 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 美国的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 Bankrate的最新分析显示 只有14个州的居民能够在年收入低于7 5万美元的情况下 购买中位数价位的房屋 这一数字与4年前的36个州相比 显著下降凸显了房价上涨 使得房屋所有权日益偏向富裕人群的趋势 考虑到全美半数家庭的中位数收入仅为74、580美元 这14个州成为了中等收入者唯一能够负担了起住房的地方 然而这些州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贫困率和较少的高收入工作机会 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代价 另一方面 《世界日报》还报道了土耳其安塔利亚市近郊的一起缆车事故 但事故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 还有超过60人被困在空中的9个车厢中 这起事故发生在萨里苏图内克特佩路线的缆车上 一个车厢撞上了缆车支柱 导致车厢变形 乘客从车厢中跌入 事故发生后 有184人被困在其他缆车车厢中 但在土耳其内政部和超过500名救援人员的努力下 已成功救出112名受困者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也展示了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团结异心的力量 在国际关系方面 《世界日报》提到了一起涉及伊朗和葡萄牙的事件 国际航运公司Zodiac Maritime旗下的货船MSC Erizi 伊朗革命卫队扣押 该货船悬挂的是葡萄牙国旗 葡萄牙国旗葡萄牙政府已经开始联络伊朗了解情况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航运安全和国际水域权利的关注 尽管船上没有葡萄牙公民 但这起事件仍然引起了葡萄牙政府的高度关注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涉及不同的领域 但它们都展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的世界 无论是房价问题、安全事故还是国际政治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 面对挑战时 理解、合作和坚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